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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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謝謝宋教授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來向大家報告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的具體情況 這次有關文革的題目這麼多 但是我發現有關關於少數民族的 好像就只有我的一個報告 我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 中國民族問題非常激烈 今後也是一個大問題 民族問題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但是最大的一個基本原因 它的爆發季也許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這次是用烏蘭夫和毛澤東的矛盾 來解釋文化大革命中的蒙古人大量被屠殺 我用的詞是genocide這樣一個詞 我的基本觀點是這樣的 游牧與蒙庚是兩個不同的文明 蒙古人在歷史上一直維持這個游牧文明 游牧它是一個文明 但是中國人一直不認為這是一個文明 這是一個非常野蠻的人 游牧民族 他們野蠻的游牧民族怎麼會有文明呢 他們這個游牧經濟也是一個落後的經濟 需要變成文明的中國人式的農耕文明 那麼基於這樣一個文明的衝突呢 導致了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這樣一個genocide 也就是種族大屠殺 那麼官方數據呢認為是三四萬人被捕 兩萬七千九百人被殺 十二萬人制裁 但是西方學者和我呢 經過這個社會學中央調查以後 發現犧牲者的總數不低於十萬人 上午呢這個宋國強先生 這個報告這個廣西的勢力的時候 也給大家看了一個表格 就是他也提出來 就是廣西和內蒙是這個犧牲最多的 那麼這個 這個犧牲呢 我們文古人呢認為是一個genocide 首先我們看看genocide的定義 就是1948年12月9日的時候 聯合國有定義 就是所謂的集體殺害或者是genocide 是這樣的殺害集體成員 給特定的集團帶來這個肉體上 和精神上的重大危害等等等等 其中呢也包括這個 強行移往其他地區 還有這個限制這個小孩子的出生等等 那麼這些呢 完全符合內蒙古的這個 屠殺蒙古人的這個具體情況 首先我們看看具體的這個 該換完 剛才也提到就是 34萬人被捕 27900人殺害 那麼但是這裡邊呢 有一個具體的 焚母術的問題 也就是當時內蒙古的蒙古人 是140萬 用140萬 然後看看這個34萬 和這個27900人 我們就發現 53個人裡面有一個人被殺 140萬人被捕34萬的時候 表明每個家庭都有被捕的 那麼這裡邊肯定要提出來 裡面有沒有害人 有 據我們調查 它害人的這個被害者的數目不到2%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 genocide 蒙古族方面呢 它有一個集體記憶 就是這是一場指屠殺蒙古人的 政府主導的集體性的持續性的屠殺 有關這個呢 我們看看具體的過去的研究 因為如果只是蒙古人這麼講的話 也許認為這是一個帶感情的話語 其實不是 就是歐美呢 對這方面已經很早就有研究 比如說Paul Heer 1968年就提出來 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呢 是地方民族主義和這個毛主義的衝突 那麼它的這個具體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主義中國 舉行這個大規模的殖民 還有這個公有制等等等等 還有呢就是大漢族主義的這個橫行 這樣 那麼Paul Heer還提出來一個原因 結果就是 他因為他的論文是68年寫的 他說這個在68年的時候 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剛剛成立 但是呢蒙古人呢 依然占極少數 所以呢 遠沒有實現多民族的這個大家庭 這樣一個情況 後來結束以後呢 88年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John Kweig 他也去這個內蒙古做調查 那麼他呢 從這個調查1981年的這個學生運動著手 那麼學生運動的這個問題呢 剛才陳底堅老師我們也交換過意見 就是這個完全就是由於這個中共沒有善後 這個內蒙古的這個屠殺蒙古人的問題 然後呢出現了這樣一個很早就爆發的學生運動 這就在當時新疆和西藏都是沒有的 後來呢這個 這個Cembridge的David Sneed也做 也在內蒙古倫貝爾和這個西藏公諾做過調查 他的這個調查呢 也認為蒙古人的這個被殺者呢 達到這個一到十萬人 他的這個說法好像這個差距很大 但是他偏向後者 那麼屠殺的理由呢 就是中國政府呢 認為蒙古人呢 對漢人沒有忠誠情 還有一個呢就是為了強調這個 內蒙是這個反修牽線 那麼如果蘇聯要打進來怎麼辦 那就需要這個提前 肅清這個分離的這個傾向 還有呢就是美國的這個 印第安娜大學的Ed Wood呢 他也這個提出來 在內蒙古的這個文化革命 就是一個genocidal campaign 那麼最近呢 這個英國的Kerry Brown呢 也通過分析這個中國政府的這個 這個講話呀 談話等等等等 也有這個具體的研究 這個細講的 還有烏迪先生的研究 他呢這個先用英語寫 然後呢最近又用這個 中文寫出的內蒙文革實錄 裡面提出來的這些觀點呢 也基本上和西方詩者的觀點是一樣的 那麼還有今天在座的這個 陳啟傑先生和內蒙的這個造喊派點是個高壽華的這個回憶錄 還有這個蒙古人這個阿爾特德雷 他是當時內蒙這個上訪局的這個幹部 所以他用的資料呢都是這個蒙古人就是大量屠殺以後 遞交到這個上訪局的資料 提出來的觀點呢也和我們剛才提出來的基本是一樣的 那麼我這幾年呢做了一些工作 就是我出了一個資料 集內蒙古文化大革命研究這個基礎資料 就提為蒙古人被大量屠殺基礎資料 那麼這個我總共出了八期 第一期呢是這個滕海清 也就是他呢親自在內蒙這個主持這個 屠殺蒙古人 滕海清將軍的這個講話錄 還有這個瓦內人黨 還有這個打倒烏蘭夫是兩集 然後這個被害者報告書呢是兩本 我的這個被害者報告書比較全面 裡面有這個就是上訪的人 他自己寫的這個被害者情況 然後呢這個公社幹部把這個加害者也找過來 加害者說我確實是這樣做的 然後公社幹部又說又找第三者 他確實是那樣幹的 所以這個呢是信賴度比較大 被害者加害者還有這個第三者 這樣的一個資料性質 那麼簡單的就是 理清一下烏蘭夫和毛澤東的這個具體衝突在哪裡 就是具體把這個結論先講的話呢 也就是蒙古人從19世紀末就是要 民族自決 但是呢 中國呢就是不允許蒙古人這個自決 那麼後來這個日本人又達到這個 滿洲亨內蒙古以後 蒙古人認為可以利用日本人的力量 達到從中國獨立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這樣呢蒙古人身上又有了一個新的烙印 也就是對日合作 那麼這兩個也就是蒙古人本身要求民族自決 還有一個呢就是蒙古人成為日本人的走狗 這兩條導致了蒙古人被中共大量屠殺的原因 蒙古人認為蒙古人的近代是雙重的殖民地 也就是中國和日本人的殖民地 中國人呢是從19世紀 這個入職內蒙古 這個把草原呢 這個開墾成這個農耕地帶 從而改造這個蒙古人成為這個農民 那麼這一點呢是中華民國也好 中共也好 或者說目前也好 一直沒有改變這個具體的這個政策 那麼後來呢 日本人呢從這個1904年打敗俄羅斯以後 到了蒙古草原以後 這個蒙古人認為日本是亞洲新興的帝國 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人的力量達到從中國獨立這樣一個目的 所以呢蒙古人和日本人呢 這個在這個為了從中國獨立這一點上呢 他們合作得非常好 那麼這樣以後呢 日本在內蒙經過殖民統治以後 內蒙古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 也就是中共稱他們為掛羊刀的蒙古人 這掛羊刀的蒙古人呢 達到好幾萬 產生一個現象 也就是到這個建國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這個停局級幹部教育水平最高的 並不是上海天津等等大城市 當時停局級幹部教育水平最高的是內蒙古 所以中國人也就是漢人 接受不了這樣一個事實 這個野蠻的遊牧民族怎麼會有這樣的高水準的教育呢 他們一開口講日語講俄語還講漢語 同時還會講盟語講四種語言 而我們知道共產黨的八路軍 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那麼蒙古人呢為了達到從這個中國獨立呢 是1925年10月的時候他有一個內人黨成立 那麼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 那麼滿洲國成立以後呢 這個共產國際命令這個內人黨 這個鑽入潛入這個滿洲國 那麼蒙古人潛入滿洲國以後發現滿洲國非常不錯 所以呢蒙古人和這個日本人合作得非常好 那麼1945年8月日本人走了以後呢 蒙古人建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 內蒙古人民東盟人民自治政府等等等等 都要求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 那麼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也是要達到蒙古人統一 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 比如說敲巴山元帥1945年8月10號的廣播就是說 為了解放我內蒙通胞 讓他們獲得自由 那麼我人民解放軍呢 已經解放了內蒙古的查哈爾 鄂爾多斯 甚至包括青海 那麼這樣呢 民族自覺呢 由於這個亞爾他協定 所以呢 沒有得到這個實現 民族自覺沒有實現以後 留給這個蒙古人的呢 那就只有是自治 那麼自治又是怎樣的情況下呢 當時的國際背景我們就知道 這個1956年發生過沈牙利事件 然後又反右等等等等 那麼反右的時候呢 內蒙古反右不利 因為有烏蘭夫 烏蘭夫統治下的內蒙古呢 蒙古人被打成右派的很少 當時在內蒙打成右派的大概有3900人 基本上都是漢族 那麼這一點呢 正好也引起了中國人 也就是漢人的仇恨 五無幾年被打成右派的漢人 六十年代的時候 都是娃內人黨的先鋒 六四年繼續自治 六四年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 剛才也提到過這個四情運動 那麼內蒙古是這樣的 也就是烏蘭夫發現 他自己的這個自治 完全沒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共產黨呢 要繼續開墾草原 蒙古人最反對的就是 反對這個開墾草原 那麼這樣以後呢 這個烏蘭夫認為 所有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大漢族主義 所以四情的時候 全國是搞四情 內蒙古是利用四情反對大漢族主義 我們知道毛澤東提出過 地方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同時反對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 沒有有一個人因為是大漢族主義而遭到帶捕 因為地方民族主義遭到帶捕和鎮壓的人 這個非常多 OK 65年也是這個內蒙 全國玩四情的時候 內蒙是這個 反對大漢族主義 那麼烏蘭夫呢 1966年的5月1號被調到北京 被調到北京 然後呢這個華北居全門飯店會議的時候呢 他是這個全國省市自治區的幹部裡邊 第一個被整肅的這個高幹 那麼中共中央呢 全門飯店結束以後 給他一個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 這個報告上呢 就是全面地反映了他和毛澤東的衝突 比如說他是這個 要在內蒙界階獨立王國 片面強調反大漢族主義 重用蒙古人 毛澤東說民族問題說到底是結局問題 烏蘭夫說階級鬥爭說到底就是民族問題 烏蘭夫還有一個罪狀就是鼓勵學習蒙古語 他這個維護蒙古族的博士階級地理 烏蘭夫認為蒙古族沒有博士階級地理 向蒙修第一三下四 因為他在蘇聯留學 他是共產國際的人 所以他是一個不正主義者 我們知道毛澤東呢 沒有這個到外國留過學 烏蘭夫的俄語呢是非常好的 那麼他呢還反對中央在內蒙開墾草原 毛澤東呢要這個開墾草原 那麼他還薄庇這個民族分裂主義者等等 因為是正關系呢 具體的這個被害情況呢 我稍微這個跳過去一線 那麼娃內人黨是從1968年開始 然後呢這個1969年2月份的時候呢 內蒙國委會呢 就給毛澤東和這個中央發了這樣一個東西 就是關於對內人黨的幾個具體政策的情勢 說這個內蒙的這個內人黨呢 是一個五國祖國北部邊疆一大靈患等等等等 還是有組織性的這個娃內人黨 這是當時的這個紅衛兵報紙 《功榮成雷》它也是講內蒙人民 內蒙國人民革命黨的仇使 也就是這樣以後製造這個瓦內人黨的這個環境 把這個民族自覺的歷史呢完全這個成化了 各個內蒙當時是全國唯一的這個全自治區被軍管了 那麼軍管以後呢這個解放軍呢到處講這樣的話 比如說蒙古人不打不招等等等等 還有呢就是我的家鄉吧 就是全內蒙都貼滿了這種就是內人黨黨員必須自主登記 一個月內帶著照片然後如何如何登記這樣的 做這個genocide的這個環境 禁止使用這個母語就是蒙古人不能講蒙古語 你們不要講你們的那個魚話等等 還有這個強制這個遷移 就是政府下了公文 將邊境地區的蒙古人一例前往內地 還有這個有組織性的性犯罪 這是我直接採訪過的這個受性犯罪的這個蒙古人 這是內蒙古日報的記者 他這個做的報告 也就是有組織性的這個性犯罪 我就不念了 因為lady在這裡也不好念 這是也是有組織的性暴力 就是比如說把這個台兒給挖出來 侮辱民族的歷史等等吧 毛主席和成吉思汗你更熱愛誰等等 這個解放軍自己也留下了報告 比如說北京軍區的部隊說我們是如何為捷那人黨的這樣的報告 有這樣的被批鬥的情況 這是烏蘭夫的兒子布赫和他的媳婦被批鬥的情景 結束以後呢 就完內人黨結束以後政府是怎樣說的呢 政府馬上就貼出來說蘇聯要打過來了 我們一定要矛頭對著蘇聯和蒙修 蒙古人遭到中國人的整肅以後 還得去仇恨自己的同胞 最後呢就做個總結吧 為什麼要內蒙做這個genocide 我們知道一個共產黨呢就是他要這個民族的消滅 這是一個最大的原民之一 還有呢就是中蘇對立 毛澤東認為蘇聯打過來以後蒙古人肯定要搞獨立 因為他們過去搞獨立 掛羊刀的蒙古人 這是毛澤東和粗爺的八魯軍所不允許的 那麼這些掛羊刀的蒙古人過去搞獨立 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所以呢一定要整肅他們 還有很可能歷史上 遊牧民族和中國人的對立等等 這樣呢導致了內蒙古的genocide 謝謝大家